Hello 大表哥 Hello 你好 昨天出了新歌 是 終於推出了Solo 有什麼感受 其實心情一定是開心的 還有很感動就是出了街之後 很多朋友是會分享他跟我有差不多經歷 都是可能有些自親他失去了 而平且在這首歌裡 他會多謝我說 在這個母親節裡面 可能他媽媽離開了某些時間 但是有這首歌陪伴著他 這是我覺得我達到了的東西 其實因為這首歌本身最大的兩個目的 就是這首歌可以有一些共鳴 一些位置給一些差不多經歷的朋友 第二個就是我可以在演唱會唱這首歌 其實達到這兩個目的就已經足夠了 其實其他東西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 那MV裡面的情節 是不是你自己的真實經歷? 是啊 MV其實每一個情節都是我跟導演討論出來 其實基本上是因為我和我媽媽的經歷 例如一些打籃球叫我回家 一些可能我失戀在公園 他拍我肩膀叫我回家 或者甚至乎可能一些日曆 或者家裡的擺設 都是我和導演去溝通去提議去做 那導演也都很好 將這麼厲害的東西拍得這麼好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MV 但是你要越簡單的東西越觸動到感情 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拍得很好 有沒有誰? 有沒有誰? 是的 因為其實媽媽是年初的時候不在 其實怎麼說呢? 我不想很刻意去說這件事 因為始終都是比較私人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要做這首歌的原因就是 因為首先真的是因為演唱會 我媽媽沒有機會看我演唱會 我很想很想很想可以唱給他聽 起碼看不到 所以我才做這首歌的動機 二來就是我做完這首歌之後 發覺有多一層意義在這裡 是的 就是我有這個影響力 有一點點關注度 可以帶到一些共情 我稱之為共情給大家 原來是一個安慰給大家 我覺得是很好 可以利用我現在能夠擁有的 少許的專注度 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會很沉重 聽來有些公安演唱的時候 自己都會有很多情緒嗎? 其實這個都是Jerry和Jeremy都說 我看你演唱會怎麼唱 這個我也很擔心 但是我覺得沒有想那麼多 我覺得反而是練好一首歌 這個對我來說最重要 這首歌適逢母親節都出會感觸特別快 是的 適逢昨天母親節 見到很多朋友都可以和媽媽去慶祝母親節 都有一定的感觸 希望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 是不是都自己很想安排在母親節推出? 是的 因為我覺得在母親節推出的話 會再令到他意義重一點 但是我有時候有一些不好意思 因為不是每個人和我一樣經歷的 所以有些朋友就會說 我和家人很開心在吃飯 所以我看了五秒鐘 我不看著 回家再看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其實不只是說親情的 其實這幾年可能很多朋友離開了香港 甚至是移民了或者離開了身邊 但是這首歌都可以代表到 其實愛不是一定要在旁邊才代表可以愛 即使他的距離有多遠都可以愛大家 那你在錄歌或者拍MV的時候 有沒有令到自己的情緒崩潰? 錄歌的時候還好的 因為我很害怕這首歌唱得不好 因為我覺得曲詞編監都非常強勁的人 我不想辜負他們的心血 所以我事前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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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所以當唱的時候又不是第一次唱的 所以其實每一次我都還好的 但是我第一次聽過編曲 卡爾叔叔給我聽過編曲的時候 我就在他面前哭了出來 但是拍MV的時候就忍不住 因為其實你看到有些媽媽的照片 都是我給導演的 因為導演說可不可以拿你家的照片 我可以做一些陳設 所以每一次見到媽媽的照片都會 對,都會有一些… 對,明白了 這個聲音真的媽媽嗎? 這個聲音真的媽媽 真的媽媽的聲音 因為我媽媽其實不是很多聲音 因為這個是導演提議的 不如有媽媽的聲音放進去 但是會不會有? 因為我媽媽不是很聰明用WhatsApp那些 所以其實我想她只有十隻數了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的數字都收得了的錄音 但是我很感動 就是我起碼可以擁有她的聲音 因為現在科技好 因為我有一件事就是 我忘記了我爸爸的聲音 這個就是我以前小時候不會錄下這些東西 或者不會有很多片 因為從我小時候 所以這個是… 我算是… 有時掛著她的時候 可以有些東西聽回 有些東西提回的 是導演說可以建議 不如會不會有這個錄音 或者會不會有媽媽的聲音可以放進去 因為其實她的MV裡面 都有一幕是在電話上說回來吃飯 說我沒有時間 她又想可以有音樂可以放進去 我覺得加完之後就立即… 每一次看我都搞不定 每次看我都看幾多次 我都去到那些位置聽到 你在哪裡 然後我就… 唉… 你媽媽說 即是你媽媽看了她已經是你了 會不會另外看不到你成家 結果她會快點 有一句說詞也是 是啊 有一句說來不及等我趕快成家 這個我相信都是媽媽的… 可能是她的一點點心願 都會是 那… 我覺得… 我絕對是會向著這個方向的 但是現在這個目標 我會以工作為善的 因為你一定要… 我的角度就是 你當我大男人一些 我希望可以照顧到另一半 可以令她… 即使她不用做 我都可以令到她… 可以… 養到她 這個起碼我要做到的事情 那我繼續努力吧 現在… 你繼續這個… 六周年之後 你們七、七、八、八年 是的… 我穩定發展 是的… 低調得來… 雖然她經常都有事 又不小心 又洩露了一點點 但是… 我覺得… 就… focus回大家工作 那她都會有很好的工作 是不是和代表組 都有共識的這方面 即是… 準備向結婚的… 是的… 我和她都… 穩定地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是的… 大家都… 一起了這麼多年了 還有現在都不是… 不是… 不是… 那個年紀又重新玩過 又去找過重新 那… 大家穩定發展 就更加去幫助到大家的事業 更加專注到大家的事業 因為不會再… 心掛掛那一面 是的… 有沒有談過有想到多少小朋友 幾個小朋友 這個沒有談過 那… 如果是的話 那…我會想有女兒 多都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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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多不少一定是會有的 但是… 你問我… 你問我… 永遠都是這樣 不會有人完美100%的 那… 所以你要怎樣遷就 才是最大的學問 愛其實是很容易 你愛一個人 但是你怎樣去就一個人 是另一個學問 我想好… 你說什麼…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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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得了 來到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